这个位置其实还是容不下他的野心的 如果遇到他的话 我德语说不定能学下来的 不过遗憾的是呢 这款表是一个孤品 只有最幸运的25个朋友能够有机会拿到 腕表流行力天收接触器 对于那些常看瑞士表展的朋友来说 今年那个表展呢是有点特殊 从原来这个50级品牌变成了89个品牌 这是NOMOS 你好 我的名字是Henry 你好Henry 我的名字是Katherine 欢迎讨论你 你从哪里 我从Berlin 德国 我工作在NOMOS 原本的NOMOS系列是设计的设计吗 那是确实 这是设计的设计NOMOS 很多人会惊讶 这巨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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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解决你的设计 想讨计的设计 肯定 我希望设计 那么NOMOS是非常好玩的 在设计计与色 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看法 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看法 Tangenta 它已经有30年纪 它已经有30年了 它是真的 面对我们的社会 所以现在是时候玩了 和表现 和表现的设计 我们有一个设计 不同看法 和不同颜色 各种各种看法 都显然是用了 所以 例如 例如在这一部分的小时质中 está白色 这是一种这种图片显示过的 这一种图片显示着不同图片显示 例如这一部分 正线在颗的签线 是白色的一部分 显示了一个很柔软的感觉 我会继续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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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可以针争达难 因为当航方像这样做的不是 这是正确的 因为我们有自己設計的企图 我们喜欢玩和做的一件特别的东西 除了颜色,我闭嘴有很一样,可以解决你的想法 这些技术的技术吗? 我愿意愿意。 NOMAS watches are always very thin. 它是一种我们的 iconic features 这意味着,当我们制造我们的烤鱼, 我们把烤鱼线放在外面的烤鱼 我们不建设我们建设我们建设我们建设 所以这些 watches are 38mm in diameter 这是一个很舒服的尺寸 但是仍然保持得非常浓 我听听到你有一个研究的运动方法 可以玩一下吗? 它在这里,它叫Tengenta Update 它是非常特别的 你能看到立刻的运动是完全不同的 你显示的运动方法有两个颜色 在这里,它是24,左和右 所以说今天是24 但是它并不破坏的运动方法 我这个学德语就是因为没有找到德国女朋友中断了 如果遇到她的话,我德语是不是能学下来呢? 难得有机会坐下来,难得这个环境这么好 常看我们节目,你应该知道 Normous是我的初恋女友 实际上这初恋女友是她们给我安的 当然了,如果是有这么一个初恋女友的话也不错 当年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如果有一个这样的初恋女友的话 说不定我在德语上说的就很好了 所谓的初恋女友就是这款 Normous的Tengent 我第一次见到她,我就被她迷住了 我是在飞往欧洲的汉沙航空的航班上 见到了这款表的 这个表让我当时心动 可是我并不是在这个航班上买了这款表 而是记下了这款表的名字,型号,照片 后来到了欧洲以后,给康老师发了一个短信 这表怎么样 然后得了她的认可以后 我在回来的路上想把它买 可是回来的航班并没有这款表 我是委托我的同行 在下次去欧洲的时候才买回来 当时我买的旅游是 我说这是一款设计特色很鲜明的表 它将来一定会被很多人喜欢 为什么不在被别人热炒之前把它买一下呢 就是我买这个表的理由 现在Tengent已经发展到很受欢迎了 我再给你拿几块别的样式 比如说这款 这款呢,你看那个链带 这款表是很受中国市场欢迎的表 你仔细看那个细节 你能看出来为什么它在中国很受欢迎吧 我刚刚得知在这次展会上 这款在他们品牌里讲叫运动款 咱们先赌为快 这个就是他们最新款的 在今年秋天才发布的运动款 在这款表的表盘上 并没有NOMOS基心设计的另外一个特征了 这个颜色怎么样 这个颜色让我想到了我特别爱吃的一种浆果 你仔细看的话 它日漆窗是在远离圆心的地方 跟它相反的设计是向心的 我们当年讲斯沃奇表的时候 这个斗基亚 这个离心式的设计 Eccentric 这是我比较欣赏的设计 总之这款呢 是NOMOS今天发布的31款之一 这31款都是Tengent的系列 带日丽 但是呢它有31种颜色组合 所以还是挺震撼的 当年我买这款表的时候 它的基心呢 还是这个用了ETA的一个 就七字头的一个基心 手头上线 过了几年以后呢 NOMOS 格拉苏特呢 它就已经有了自己的基心了 我觉得这个就是说 这个品牌作为一个新物种 被市场认可的一个标志 它有信心有能力有资金 开发自己的资产基心了 后背就是这样 你仔细看的话 虽然它是一个手动基心 它的品质还是很高的 所以这个质量比较好的设计 NOMOS的表呢 乍一看呢 是很简洁 从专业角度考察的话 我觉得它有几个点 一个是它对厚度的拿捏 再一个就是和谐的比例关系 这个就是显现出一个比较深的功力啊 哪怕是在运动款 或者是钢链款上 它的厚度拿捏呢 都是很到位的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钢链款 因为它是有一定的防水能力的 所以对厚度有一定要求 但是你看通过它的设计细节的表现 这个表呢 它并不显得很厚 这就是设计功力的体现 全球唯一 要你感受的 你是不是觉得 这几年的罗杰度比 在复杂功能方面 显得比较单调 只有铜飞轮 传统表明心目中的 铜飞轮 万年率 三万这些东西啊 都缺失了是吧 但是我要告诉你啊 如果是一个老牌的 罗杰度比的表迷的话 应该认识这款表 Omage 致敬系列啊 在这款表上呢 你们期待的所有的复杂功能都在 这款表的正面 你是看不到铜飞轮的 和所有的这个很老派的 这个传统铜飞轮一样啊 这个表的铜飞轮 它实际上是在后面才能看见的 所以Omage 像传统致敬 不过遗憾的是呢 这款表是一个孤品 为什么是孤品 确信的时候它是名花有主 刘光叶之 好的 上半年看了虚日东邦 讲老先生的日暮 清晨面对世界 下半年我们看刘光叶之 在日暮之后面对自我 面对内心 所以这两枚都是 致敬老先生初心的一个作品 刘光是怎么回事 彩色石头 表盘上有50颗蓝宝石 再加上10颗白钻 它形成的就是傍晚在日暮之后 在夜空当中隐隐约约看到的一轮星月 但是又跟蓝色的这种深邃的天幕 形成一个撞色 它的设计灵感是来源于 在日做之后的20分钟 在天文学上称为蓝钓石刻 所以对这个彩色宝石的驾驭 用这个来表示一种自然现象 这个还是高级是比较创新的地方 明氏的这个众多系列里 它有一个方表系列叫汉柏顿 就是像这样一样 这款文表是明氏和法国的 国宝级的艺术家Pierre Sulagi的合作款 那这一款呢 已经是我们跟他合作的第二款了 第一款的时候 是在他101岁的时候 它限量是101枚 那这一款呢 是我们今年的合作款 它限量是328枚 它的表盘呢 是我们用的3D打印的方式 把它的画作浓缩在这个表盘当中 这个艺术家 它的特点就是黑色 那明氏这款万表呢 全部的表盘都用黑色 然后它的表壳也是ADLC的类钻碳涂层 然后它的表带呢是用的苹果皮 苹果的纤维做成了一个环保的表带的材质 可以看到表盘上的指针上面有两颗金珠 这个其实也是艺术家的创意 就是他在世的时候 跟我们沟通这个万表的设计的时候 他提到 对它来说 时间 他觉得是金色的 所以他建议我们在石针和分针上面 加上了两颗半圆形的金珠 明氏的利维拉 建议你考虑全金属链带的 卡迪亚今年的新品 主要是这款 法国坦克 喜欢卡迪亚 不知道法国坦克的 那是很奇葩的 因为法国坦克应该说是卡迪亚最标志性的设计之一 在这款之前 也就是去年的时候 这款传奇的法国坦克 它实现了一体化链带 我们老讲整体式设计 它的链带是一体化的 那么到今年 它又回归到比较经典的皮带款 一款是相赚的 除了这个表圈相赚以外 表冠也相赚了 还有一款当然是不相赚的 如果说这款更适合女生的话 那么不相赚的法国坦克 对男生还有吸引力的 表展除了展示新品以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 就是把品牌的一些历史作品来陈列出来 这样的话传递出一种品牌的品牌文化 这个表展就是利用这机会 来传递一下自己的品牌文化 所以在很多品牌 包括卡迪亚 都会在这个展览现场 陈列出它很多历史表款 你在这个表展上 你能看到它很多很多系列的历史传承 有些是已经停产的 存续下来的系列 你会看到它历史上 它的起源是什么样的 然后比如说80年代诞生的猎豹系列 这猎豹系列看起来哪个地方像猎豹呢 就是这个链带拿起来是软软的 像这个猫科动物的这个躯体一样 那么柔软那么优美 来看看还是不虚似行的 这两块表啊 中国市场端过 说一下这个派大海这个新款啊 是传说中的E-Lux 实际上它在8点钟位置 把这个护杆挪开 然后这个按钮呢 让这上面所有的LED点亮 这就是一种E-Lux的一种夜明效果 然后这个还是自动上弦的 纯机械的 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这个石标呢是固定的 就是通电点亮关掉就可以了 但是呢像指针这样的东西呢 它是旋转怎么样 让它这个有效的连接 又不会损坏这部件呢 这是个挑战 据说呢它是用了一个微型弹簧 这弹性接触 这东西呢 它不会让这个指针旋转的时候呢 让这个电线拧棒 但是呢又有效的把这个电能的 传递给指针这些旋转部件的LED 实现了这个E-Lux 表壳呢就是磁化钛 钛金属的表面 通过一些高温电解的方式呢 把它表面变成了这个陶磁化 就是它的陶磁呢 就是硬度增加啊防滑啊什么的 另外呢对这个色泽的控制呢 也可以有意的进行 其实就是一个微电机 把发条动能变成电能 这个标点上呢 我觉得另一个值得一说的表款 就这款伯爵 首先它是伯爵第一次使用陶磁表壳 厚度只有7.5毫米啊 如果你老看我们节目的话 肯定记得我们关于这个超宝表的一个界定啊 它的标准是8毫米 那么7.5毫米它是毫无悬念的成为超宝表 除了超宝以外 看它还是镂空的超宝自动机芯 陶磁表格是架在一个钛合金的框架上 跟这个异体化陶磁是不太一样的 至于说为什么是架在钛框架上 你可以发表一下你的意见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呢 陶磁表格呢也做了打磨啊 比如说你看它这个表圈的正面呢 它就是这个环形拉丝 它的导角呢是抛光的 表壳呢也用同样的工艺 侧面是拉丝 导角是抛光 体现的伯爵在高级质表方面 尤其是在精工细作方面啊 就是完工度啊 外壳的打磨方面呢 一贯特征啊 复合打磨 表战就是橡胶表战 IWC请来了谷爱玲 还有这个曼切斯特大学的一个科学家啊 他们的对谈呢 几乎可以说是一个科学爱好者 物理爱好者的一个盛宴啊 所以你看谷爱玲 他可不简简单单是一个运动员啊 如果你了解谷爱玲 你会发现他是一个理科生 所以他才可以跟物理学家 这么自如的交流 这个交流呢 让我们也很受启发啊 谷爱玲不简简单单是世界冠军 呃 IWC还是一个高级质标品牌啊 只不过这次IWC有点理科生 IWC虽然占据的这个黄金位啊 但我觉得呢 这个位置其实还是容不下他的野心的 我们知道IWC这次推出的是叫永恒力啊 永恒力呢是在万年力的基础上更提高了一层 那大家都知道这个万年力的这个基心里呢 有一个很核心的齿轮 它每四年转动一次 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实现了这个自动识别润年的功能 那在IWC的这个永恒力上呢 它的跃升呢有两个 第一个它出现了一个二十年转动一次的齿轮 另外它还有一个四百年转动一次的齿轮 这个就是那个四百年转动一次的齿轮 公元四千年这年是润年还不是润年呢 谁也不知道 就算是格里高利利的历法也无法识别 这一年到底是不是润年 所以呢这个就应该是万年力基心的极限 这应该说不光是万年力了啊 就是历法的极限也就是到此为止 可以确定的是IWC这个永恒力啊 这个基心已经实现了四千五百万年出现一天的月相误差 如果说公元四千年到底是不是润年这是一个极限的话 那么这个四千五百万年才出现一天的误差 这个就是一个永恒 朗格又是一个少有的无图有真相的品牌之一啊 我们知道朗格的这个黄金表款啊有一个外号 叫做Yellow Jacket啊 黄夹克不是黄马甲啊 黄夹克这种黄金表格的款式呢非常的稀咬啊 上一个版本呢只有这个大概五十多美啊 这些石标刻度现在是棒状的 这是一个比较现代的设计 更复古的呢是石标刻度是罗马字母的 这些罗马字母都是立体欠刻字丁 每一个字母都是要欠刻的这个表盘上 难度是不是又增大了 还有更难的 你看这些所谓测速记刻度啊 包括计时刻度啊 这些刻度呢也都做成了立体的黄金的欠块 欠在这里的难度是不是又增加了 接下来指针时针分针是K金的 中央秒针和这两个小表盘的秒针呢是金刚镀金的 那么这个表盘材质最佳的材质应该是什么呢 也是应该用K金的这样的话好加工哦 当然也更贵了 如果在这个K金表盘上再做一种特殊的工艺啊 喜欢法语的朋友帮忙翻译一下啊 tumblage 这个tumblage工艺呢 咱们可以暂时翻译一下叫抖雕吧 整个表盘都是tumblage 然后它呢除了正面那些抖雕啊 这些欠刻工艺以外呢 它的基心里边也很特殊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朗格的这个百伦家版 它是这个雕花的 那么在这个黄金款的抖雕这个作品里呢 雕刻是什么样的呢 它跟传统的雕刻不一样的地方 主要是从阴刻改成阳刻了 而且呢它从原来的阴刻的花卉图案 变成了阳刻的藤蔓图案 而且藤蔓图案的背景用的也是抖雕 不仅如此它的机心里边很多的即时机心的即时部件 大概有六个部件用的是黑色抛光啊 这是一个很传统的高档的手工抛光 其他的夹板打磨也呈现了一种类似抖雕的效果 限量25枚只有最幸运的25个朋友能够有机会拿到 分到中国的这25枚之一可能已经有人定了 跟我们常见的每逢年节应景式的发布不同啊 江人丹顿的《梅切大》和《艺术大师》系列 一次发布这四款佳作 让日内瓦的大师再一次有机会施展他们的绝佳工艺 来表现中国题材 甚至还用上了中国人引以为傲的景克兰工艺 咱们先说一下这个生肖表里的这个蛇年万表吧 江人丹顿的中国生肖系列啊 它已经做了一轮了 这款是蛇表 是等于说是新的一轮的开蛇啊 给你提一个小问题啊 你看这两款蛇表啊 一个是春天的蛇 一个是秋天的蛇 两个蛇的细节有什么区别 你能看出来吗 提示一下啊 就是春天和秋天 就是蛇的不同的表现 钟表与其继续上海表展 这几个品牌你觉得怎么样 不过我告诉你啊 这只是开胃菜 接下来呢 我们会给你呈现一顿 僵尸单顿的大餐 所以关注 下期见 下期见